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说这个烦恼是幻解 但是现在这个幻解问题 现在你这个六根也是一个幻解 但是这个幻和这个幻 两个幻解关系 你觉得你就是这个幻 你现在就是这个幻解 你觉得佛说你是佛 是个概念 你所有身心的体验 你六个人的体验 你就是这个幻境 就是这个痛苦 这个烦恼 问题是 我们怎么样解脱出 这个幻境里解脱 你现在问的 就是今天你去解决了 这个控住 明天你还有另一个 控住你的 那怎么样去 从这个空境里解脱 怎么样让 就是这个烦 让它不生 或者是这个烦恼 来了我也影响不大 问题 这个是你正的 你始终是正的 正的本心 因为你现在 已患作为你的本心 你现在是把这个六根 给你痛苦烦恼的这些 比如说你很烦 你被困住 你比如傻 第一次谁被困住了 是你觉得这个六根 因为不舒服嘛 你觉得被困 什么不舒服 是不是这个六根不舒服 是吧 你现在你说 你的心在哪里 还不是这个六根 耶尔比赛生意 就是统称你的心嘛 现在 说打你 骂你 还不是骂你这个 你觉得你这个不舒服 你就觉得说 哎我以为不舒服 找不到 但还是这儿不舒服 那儿不舒服 还是这儿不舒服 所以始终是这个六根 跟六成 六根 还有一种不痛苦的绝受 你绝躁也罢 旁观也罢 你定住也罢 你始终是觉得 定在一个状态里 而这个状态是无力自拔的 不是烦恼 就是快乐 要不清晰 要不不清晰 要不散乱 甚至说是 我说呢 不出气也是个状态 你是没有办法 从这个状态里 就算你把这个状态转了 你说从烦恼转成快乐 但总有一天 你只要转来转去 变来变去的 总是生灭法 总会又转回去 这就要贴着 很快乐 只有一天 他又转到烦恼 他就轮回嘛 所以始终是 你现在你就是这个幻界 你现在已经把幻界 当成本心了 所以佛学始终是 最后你要证得本心 本心是如来嘛 这个本心是 你从最没能见过的 这叫明心见性 你没见过 你的本心是什么 本心是什么 你从来没看见过 没有见到过 也没有正如 所以你就把 把幻法 当成了自己 那在幻法里 永远是无常的 永远是生命的 你永远痛苦烦恼 永远会被碰 生生世世被控 所以你要想彻底解脱 你只有从这幻境里 借到本心 借到你如如不动的本心 是吧 这就是佛说 你六根里边 每一个都有本心 只剩你没正的 这就是佛说 佛就是 等于就敲钟那个 也说 你闻到终身体来了 闻到终身面了 但是闻性不动 你从这开始学 闻性不动 闻性是 敲钟有声音 敲钟没声音 他始终在哪 就要没声音 他也能知道 有声音也能知道 这个闻性 并不以声音的生命而消失 这个闻性是不动的 但是这个声音可以生命 但是闻性始终不动 闻性就是我们的本心 你要安住在这个 不动的本心的认知里 然后转这个生命 转这个幻境 不是把烦恼转成快乐 是你安住在文性里边 或者戒性里边 戒性也是 眼前的一切有声面 但戒性不动 六根眼睛 六根眼射程有声面 但是戒性不动 声音有声面 文性不动 自信是不动的 自信没有声面过 那自信不动 你先有这个认知 然后安住在这个认知上 六根六成是个假的吧 是个幻境 现在你转不了 你把幻 因为你觉得它是个幻境 但是你现在就是这个幻境 你就是生命法 生死在控制你 你要转这个幻境 你必须安住在文性里边 转住在自信里边 然后正这个自信 然后幻境才能入幻 幻境才能控不住你 所以这是就是 反过来去安住在自信里边 但是这个道理你要懂 就是你现在是 把幻境当成你自己了 我说你是有一个 本性是不声面的 不动的 涅槃的 寂静的 有恒的 快乐的 但是你现在这都是概念 这个如来对你是个概念 你的正德 我不是说你 我说了 你说我本来是佛 你就可以正德的 不是这 不是佛说我们有五重厚着 厚着是什么 你对这个 厚着是对世界的看法 你还一下子放不下 就是比如说有众生 建筑啊 成杰筑啊 建筑就是最初那个 一面无明 你出一个 你蹦出来 你一面无明 从分别兴起 然后又能见的 又所见的 产生了二元对立 本来这 你就是空性无处不在 空性无处不在 这是空性啊 你突然一面无明 哎呀我看见了 光明跟黑暗 你在空性里 空性为什么 空性里边是有 我们是这个 无如不度的空性啊 空性无处不在啊 里边是无形无相的 空性里边是 没有法相的 但是呢 你突然一面无明 起来 说是你 开见了 光明跟黑暗 这叫戒 这是最初的 无明一栋 你把 这个光明跟黑暗 哪里来的 本身就在你的 本心里边生出来的 这个能戒的戒 跟这个光明跟黑暗 是你在你的空性里 同时生起 就像大海里 翘起两朵浪花 而空性是无形无相 没有法相 是你在你的本心里 发现了光明跟黑暗 就是跟六根 这个是六根 六层 同时生起 你始终在你的 本性里 不断地折腾 跟层同时生起 这叫戒着啊 刚开始 就是最初的 这层轰浊 你要是将来回去的时候 正回去的时候 你就会回到这个境界 就是破这层轰浊 这层轰浊 就是佛说 你要静下来 住在那个 你是如来的本心 那个地方 然后把这些 着一层层层层 这些着是一些毛区来的 就是你局限性 你生命的局限性 一个毛区 有戒着 还有众生着 第二车 还有 这个是戒着 就是最初 因为这个里边 还没有六肉 没有六根 只是你看见了 光明跟黑暗 是吧 这个时候还没有其他 所以叫戒着 最初一面 分别兴起 第二个还有戒着 六肉就参与了 就是六肉啊 本来空性里边 啥也没有 无形无相的 眼耳鼻舌声音 你认为你看见了 你认为你听到了 各种参与 就六肉啊 戒着 戒着 众生着 世界着 等等 这些着 都是你对这个世界的 不是时间空间 这些的进入 不是你一开始说 我是如来 这些 这些轰浊 这些误区啊 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你就能一下子清静 你还会迷失在 众生像 我像人像 法像里面 要这些东西 都慢慢地沉浸 沉浸是说 你不是不着想就可以了 是最终 连法像都不会生出 本能的法像都不生 这是才正的 这是彻底解脱 只有一天 你要找到本心 你才能彻底 从这个世界 烦恼里面解脱 否则毫无意义 否则我今天 帮你解决了 你的空 你说你没什么 我给你什么 你说我喝水 我给你水 你说我要手机 我给你手机 你说我要扇子 给你扇子 就算你拥有宇宙的一切 我给 缺给你 你也不信 因为你不知道 要啥到最后 你都不知道 你需要啥 你的不快乐 来自于生命 来自于对 着相 来自于生命 人家拥有扇子 每天我要个小的 你怎么给我这么大 每天给你小的 人家我要个大的 分太少 总不知足 是因为你在生命法 你在幻境 你怎么能知足呢 这个是没办法的 所以我们解决不了 所有的问题 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告诉你 因为你的问题 会乘出不提的生存 因为是幻境 直到有一天 你证得本心 证得你的本来面目 彻底解决了 所有的问题 彻底 我们现在因为 没有修正 大家 但是我们从2012年 到现在 说了很多东西 是吧 不断地说 界定上的事 那因为大家 实在是基础太差了 就是从一开始 有的连释迦牟尼佛 不知道是谁的 到现在开始讲 色魂不二的东西 叫中观政界 叫元旗信封 这些东西 但也没有三五年 根本说不清楚 他不断地要这些 界地进入 但是呢 在说的过程中 等于是 其实 当我说这个是 三维是个幻境的时候 当佛的金刚经 进入的时候 说一切像如 梦怀泡影的时候 时间久了 对于摧毁了 你三维的东西 知道吗 把你三维角度的 你执着的东西 统统摧毁了 但是你们没有定理 没有修正 当你摧毁 这个世界的东西的时候 你四维开不接 五维开不接 六维开不接 三维好不容易 看见电影 没有了 那你怎么活 我相信大家是 无力感 这个是肯定要 无力无聊 这个是 没有激起生活 很多人 第一是 如果有定理的人 我摧毁了三维 我可以如如不如 安住在 朋友的正直线里边 这是有定理的人 可以安住 但是你是 没有定理的 所以当你摧毁 三维的东西的时候 你没有 你没有进入 五维六维 那可能有天也通的 法也通的人 进入其他维度 他更精彩 他觉得 好像修正是一个 很快乐的事 但是没有这些的 三维也摧毁了 其他维度也没看见 你说怎么生活 是吧 又没定理 然后 又会有不断 身边一大堆 又会不停地晃动 你然后又觉得 自己很糟糕 修得太差 怎么正直界 每天的唇耳朵进 然后心还是晃 是吧 你会觉得自己 好几年 你也没有任何生活 你会很觉得 很失望的 绝望的对自己 觉得修行也不靠谱 怎么生活的 机器也没了 这修行修的 因为什么 佛的肢解 摧毁了你三维的东西 你三维对所有的 因为佛学到最后 连概念都要破掉 由一经二经 连概念 连定义都没有的时候 你告诉我 你怎么活 是吧 你怎么可能 有生活的机器 你的生命都 活得一无 一点意义也没有 对吧 人家阿罗有定理 我知道 我摧毁三维 是我获得 所有的实为 我什么都给了了分明 佛是 因为本心里 一切具足 本心里是没有法效的 随缘视线 就是本心里是空性 是无习无效的 是不生法效的 好 随众生的业力 在里边发泄东西 我们是人里 就发泄了三维 那天人就发泄了四维五维 可能其他维度的 外形人就发泄了好多维 都是在空性里发泄的 所以本身没有定法 所以 比如我们现在 我们是人 空性就在这 无处不得 那我们是人 那么我坐着呢 我们这么多人 就发现了这个空间 这个蜘蛛园 这个桌子 左右的 如果现在是做这个贴纸 它看见的是光明的幻景 一个宫殿 这个地方就消失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本无生 你说它到底是个宫殿 还是这个地方 你是无法定义的 因为你的眼睛不一样 就看到了不一样的境界 同样的空间 它就会换 就不一样 所以每个境界都不是真实的 对 就是谁也发泄 谁你的 众生的夜里在这发泄 所以现在你 没有兴趣 没有乐趣 修正 吹回三围 看不见其他的 没睡觉 就算你看见 其实如果你着想的话 更糟糕 三围好不容易摧毁了 又见了个四围的像 五围的像 六围的像 就算你见了十围的像 你要是不能够不着想 那你更糟糕 你会迷失在那些法像里面 就是说很多人 会迷失在虚空里 迷失在 就是他会震得自己 像个虚空 他会迷失在虚空里 或者震得自己 像个光明 无量无边的光明 他会迷失在光明镜里 甚至金光 荧光 或者迷失在 身心的财月里面 身心很清静 很美 身心变成光明了 身心变成虚空了 这都是迷失 这都是修正的 由于迷失的境界 这个更糟糕 有时候在那里面 很难转到 很难再出来的 而且很傲慢 一般正的那个境界的人 一般不听别人讲法的 很难 因为他觉得 自己已经修行很高了 知道吗 他很难放下那对 你说我放下这个 杯子跟手机 更容易 但你如果一个 修行十年都 就震到光明镜 放下光明很难的 但是所有的 所有的境界都是幻境 不是说你震到光明不好 但是是你要了知 光明也本如坏 因为本性的一切具处 光明也是你随意也发现的 因为天眼就随处 可以是光明 垃圾也放光了 但是你现在是肉眼三维的就在这 现在三维的信念被摧毁了 所以嵌入梦怀泡影 你又不见本性 你又没定力 你就真的没法活了 真的是 活得很累 而且好像是 生命就是很夜市 夜市什么 世界就是个时空 你夜里世界个空间吗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像呢 身体上 不就是那些 坦诚痴漫夜跟 世界空间吗 你夜到底夜个什么 坦诚痴漫夜 人家说 梦怀泡影 也在生命里边 也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的 你都连坦诚痴漫夜都保持不住 每时每刻 每时每分每秒保持 这个坦诚痴漫夜也行 刹那流失 现在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你给咱厚一厚 试试 你厚不起来 让你表演 你都表演不出来 要是大家能把 说 你很高兴的时候 我说来厚一个 厚一个 你给咱厚一个 真的是 你很难的是吧 你心情很好的时候 说你厚厚的 你装都装不出来 你连厚都留不住 你知道吧 无常到如此地步 别说是你留个快乐 什么都留不住 不是留不住快乐 我们连烦恼也留不住 幻境啊 就是这样 时空幻境 你们现在唯一的就是 觉得修行没力 或者生活没激情啊 或者自己软软的 没精神啊 其实是佛法的 直接摧毁了一些东西 给你们 第一是摧毁了你们的 直接摧毁了你们 头脑里边的 很多以前的想法 看法 但你们的无奈啊 或者是无力感啊 或者是觉得 修行自己对自己的失望啊 其实是来自于 第一是没有定理 第二就是说 第一没定理 第二之间是不透 对空性的之间还是不透 就像那条路不透彻 修行 所以没信心 因为不透彻 你看不到真理的时候 你仍然还会迷失在 你只是说 佛说的是对的 这些东西真的是无常 真的是荣门 但是那些用火 死死地吸引着你 幻境的用火还在陷 因为你还是没安住在本心嘛 你以换身作为自己 那换身本来就是生灭的 怎么可能不会 你生灭 你不诱惑 你也在生灭里 你也会面来面去生来生去 你以换身 换心作为自己了 你搞错了 主要是 还有就是 我们还是有夜暴嘛 虽然是说一切荣门 但是我们的功德真的不够 大家 就是功德不够的原因 不是我们 我们本性一切功德具足啊 为什么开写不出来 太自我了 我们的自我非常强大 就是 嗯 就是嗯 我是唯一的 独一无二的 这倒是肯定是 每个人都都要玩的 但这个独一无二 让我们太骄傲了 就是 哇 就是那种 我 你不看我 我个个不看 就是 各式各的样子 是吧 这种自我 让我们功德开写不出来 张写不出来 像贴贴的功德 打不开 感受不到功德带来的利益 快乐 散报受不了 然后身心的绝受欲望 你又觉得不行 哎呀 又绝望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个过程 就是说的太多了 大家没做到 所以目前的状态就是这样 所以当你们就坐在我面前 无力感出现的时候 我就知道 有些东西已经摧毁了 没建立起新的了 本性没建 定力没有 但是有些东西是催眠了 没有了 但又没有 没有就是这样子 目前就是这个状态 但是一开始修正就很快就回来了 没什么 然后万法就回来 宇宙一切法 三维五维六维 很多东西全部回来 当你六根一互用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都在这 你又不着任何一项 那就叫妙用 深通妙用 那就是 深空深妙用 那就是 你可以想发现啥 发现啥 有你发现 现在是不得已 你不想看上去 就看见啥 果报熟了 你不想见谁谁来了 是吧 果报熟了嘛 你遇到的都是不开心的 或者什么的 那就是夜报熟 逆缘熟了 看到的都是开心的 那晒报熟了 不外乎就这两个报备 修行不是那么难 不神明一点 我们的本性 六根就在这 什么时候明信见信 什么时候真正彻悟 真正开悟 然后去修正 因为我们都年轻 应该不是很难的一节词 这个什么 就是说 最起码能够了了分明 原来这个庚层 真的是虚幻的 了解佛说的 当你一旦 正入这一点的时候 这个 就算是你没有 打开天眼会眼法眼 没有进入 看到其他维度 一旦正入这个庚层 开始脱落的 就是比如说 耳根 你文语所闻进 这个庚层开始 地步脱落的时候 这个庚层上的 习气欲望 虽然未尽 但是对你的影响 真的蛮小了 病可能也会病 你身体也会烦 心情也会乌油 也会走过来 但是呢 你始终那个直接不掉 就那真直接是 如如不动的在这 本性如如不动的在这 因为你不认它 就像你永远不认 说是这个 这个东西是你了 你永远知道 你是如来 虽然那个如来 无法形容 无形无相 但是这个直接 已经渗透到你 一切中 剩下的都是个 三维的头 根层是同时写你的嘛 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业力 所以写下了这样的东西 但是这个一方面是你个业 一方面是共业发泄的东西 所以你看见的我也不见得 是我自己认为的我 但是黑色是我们共有的 共业嘛 大家都认识是黑色 但是我性格 我长得好看不好看 我生意怎么样 这个是个业了 就是每个人 这个也就不一样 所以有点信心 没什么 就是说世俗的这些法相 不管你在生命的长河里 你说一辈子几十年 你会发生不同 很多事的 搞不清的 看不清楚的 这就是说 当你来了一个情绪的时候 坐在这儿说 我旁观老师 我旁观 我想看清楚 我的烦恼的情绪 从哪儿生 从哪儿爆出来的 而且他面向何处 或者是他为什么 你看不清的 因为他毕竟有本无僧 佛是说的最透的 告诉你 他就没出生过 本无僧啊 这才是政治节 因为你六根 都是个假的 从哪儿冒出来 并也看花 佛居的这个例子 是最强大的 你有病了 你一念无名 有病了 看见空中开了个花 那个花就本无僧 没有 是你也有病 才发现的 所有的情绪 包括你的贪嗔吃脉 包括你认为自己 这样那样 都是病也看花 都是自己下的定义 但是你现在 被困在这些里边 因为老师 我知道一切如患 我也知道 根层如患 我也知道 这叫病也看花 但我怎么这么没力呢 我才是说 好无聊啊 我好像病了 我全身无力 我好烦 我好久也没快乐过了 我心里边 而且我有很多渴望 很多梦想 我既然知道 它是虚幻的 为什么我的梦想 不断地往冲冒啊 让它冒又怕啥呢 是吧 冒就冒呗 重点是 你的政治界 如如不动地在这 它是主导者 如来之心 是没有生灭过的 不动的 告诉自己 是没真的 没真的 那个空心 真的 那所有的事情 都不是事情 生死都不算事情了 是吧 就是这样 要真的 真的本心 你不是这个东西 你不是 你被 控于不控 不控 如果你没真的 永远被控 就是这样 生生世世 我们已经控了这么久了 还是 不差这一丝 就是 很多事在控 是吧 我们已经很幸福了 你看看其他道 就是 是吧 你今天你还能 放了假出去 溜达出去旅游了 我还在病场上呢 躺着呢 所以你相比叫我 你都很幸福 因为你有一个 很健康的身体 然后还有很 就是你还能跑啊 穿翘啊 想去玩 甚至你能哭鼻子 多开心啊 生命 生命都能够 种种体验 其实最苦的 对人类来 最苦的 还是生病啊 病的折磨啊 还是还要生死 死亡的 面临死亡 这其实还是最苦 生老病死 其他的我觉得 你们那些小烦恼 对人生命来说不苦 那些小烦恼会变的 今天反正明天就开心 都是活在太平时 都是起爆川乱以后的 就是有句是说 少年不是仇之味 就是那种 为节兴辞 强说仇 就是虽然你们比少年 更好了一点 但也有些是觉得很苦 有时候 是有时候被困住 是很辛苦 被情困住了 被一个模式困住了 而困在任何一个里面 自己觉得体验是很苦 但是面对生老病 是面对生死 生死关键的时候 人那些小情绪就不见了 他是谁 有机会 有机会 全部人养 endured 他舒服 是你有机会 怎么办 是有机会 最有生命中的 还有机会 得 我们 开 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